HELLO 大家好,我是喬寶 今天要來講的主角就是性能組的奧迪RS7 這台車非常有趣,能力評分可以說是T0的一台車 但它的轉向跟飄移卻是差到一個不行 典型的直線王者、彎道王者 那難道這台就完全沒救了嗎? 且慢,先不要放棄這台RS7 今天會一一解析包括未來走向、調教、跑法、懸吊等等全面的東西 相信看完今天的影片,各位的RS7就可以從車庫開出來囉 那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先來講一下,官方對於這台RS7未來的走向 這次各位可以看到車池中性能組有把RS7放出來 那經過這次更新之後,我個人覺得有稍微,但就稍微而已 有被按改一下手改 轉向跟過彎能力有稍微,就稍微好一點而已 那這倒不用太擔心啦 在陸服那邊後面是真的有把RS7給增強了 所以未來國際服也有極大可能增強RS7這台車 不然一台金車就這樣可惜掉了 對於官方來說也是一大損失喔 買了版權,精心製作的車子,也是一台平分高的車 結果大家抽到,卻都放車庫 那官方絕對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嘛 所以未來我相信會增強的 關於這點,RS7的強度 我相信各位不用再有所指引了 講完未來走向之後 就先來講一下RS7的調教 一共兩種流派 這台車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轉向 飄移 是一台嚴重外拋的車 沒有辦法好好正常飄移 那直到我改了這套調教之後 整體手感好了非常多 12232 引擎部分我會選擇1 是因為手感最為適中 處理彎道上也是最為舒服 沒有選擇極速的原因是因為 這台極速上限普普 再來如果未來遇到彎道多的圖 極速方面就比較難拉 這台是加速能力非常強的車 那為什麼沒有選擇衝刺的原因? 是因為在彎道中控速時比較難抓 比較難達到想要的效果 不過這方面全是看各位手感 僅供參考 再來是另一種暴力調教 這套暴力調教是屬於激進玩家流派 也就是上一支影片有教的 紅飄快拉 這一套就是用紅飄快拉的原理解決外拋問題 然後RS7本身的加速也很快 所以這一套流派也就可以運用在RS7上面 不過你的控車能力就要非常非常好了 再來是搭配懸吊塗裝部分 經過多場測試之後 整體的穩定性跟漂移手感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有興趣的人工作坊搜尋探探 有括號那個就是我的 那影片最後我也會附上我的改裝密碼 接下來來看一下整體的效果吧 看完整體調整完了RS7之後 我是不是感覺跟以往不同了呢 那講完調教塗裝之後 接下來是跑法 今天著重於一般流派 紅飄快拉的跑法 可以參考我上一支紅飄教學影片 跑法也是駕馭好RS7的重要核心 先從最簡單的一般飄移來講 RS7入班前一定要提前減速 可以看到我都會在指示線前 放油門提前減速 然後到了飄移點時 輕點方向線加手砂 使用小幅度的飄移去入彎 在彎道中去控油門 這樣會使外泡的機率大幅降低 再來L彎的話操作方式一樣 提前減速 小幅度飄移 但不同的是我會直接往彎星切過去 然後過了彎星之後再調整出彎點 如果是比較大一點的L彎 我習慣是切到彎星後 出彎用抓地走線的方式出彎 再來是MERS型彎道 這種彎道就會相對來說更難一些 RS7不管任何彎道都一樣 需要提前減速 然後小幅度的飄移 起飄後先不要急著補油門 要做的是順勢點方向鍵 去維持入彎角度 那RS7補油門的時機跟按法也不一樣 不能直接死按著補油門 不然會直接拋給你看 要跟方向鍵一樣 使用點擊方式 補油門時 只要記住 當飄移指示線變局 或是你發現車子要準備往外拋時 油門鬆掉 用方向鍵微調 微調完再補油門 那如果補油門的角度跟指示線都很順利 就繼續按著就行 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直到出彎 U1 也是相同道理 不過就是飄移前的幅度可以再增加一點 也就是手殺可以再按久一點點 但也不能按太久 一樣要從彎道中間去用方向鍵跟油門微調 紅飄也沒關係 只要不外拋就行 那這個就是紅飄快拉過U彎的方法 好啦 那以上就是RS7的彎道處理方式 極點重要的就是 提前減速 小幅度飄移入彎 在彎道中用方向鍵跟油門去微調 那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喜歡這台車 但卻因為他的手感而放棄的玩家 不過經過這次長時間的調整測試後 我已經重新燃起對RS7的希望了 至少已經能有非常好的遊戲駕駛體驗了 分數對我來說已經是其次 能好好的駕駛這輛車 我已經非常感動了 但目前喬寶我也在重新調整帕拉梅拉中 這兩台都是在這個 我咬到舌頭了 這兩台都是在這個性能組當中 非常可惜的車輛 等我調整好之後 一樣會上一支帕拉梅拉的全面解析影片 那這邊最後來上一下我RS7的懸吊改裝密碼吧 輪胎部分 輪距前10後10 寬度前後都是20 直徑前後都是114 懸吊部分 高度前-4 後-20 傾腳前後都是-3 以上就是我的懸吊改裝密碼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祝各位上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還在努力的喬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小字幕提供 收到 幾萬塊 技巧 里舶 是 9 不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